歡迎回到我們第二節的講蠻咬借幫對不起 上一節我沒有報集數是第123集的 你現在報你也沒有意思 為什麼沒有意思? 你不聽不代表沒有人聽 說句不好意思就行了 對不起 妨礙你便宜 那說些很圓的東西 有多圓 快結束了 好圓 這個鏡子很難 我順其自然地搏下去 說沈虎蟬 你說大轉是轉得很圓 有一個朋友 其實都是聽眾 你的朋友全部都是聽眾 當然不是 他跟我說 最近什麼書很一般 然後有一本 很好看 沈虎蟬大轉 好看在什麼地方 他沒有說到 在場有主持都是這樣說 其他三字頭那些 不太好看 唯獨一本春字頭的很好看 一有主持 我們都有主持是這樣 挺春派你是 先說沈 沈字頭那些 老實說我真的假不懂 7字頭 7頭 7頭馬 嘩你一次過踩幾扇 然後不能出直播室 我問過他 他只是跟我說很好看 那 我相信他 那你就叫他站在廣角 叫好看 叫到你滿意為主 那我又不是吃神 不 大家看書的角度不同 但很好看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看看怎樣好看法 人呢都畫得很漂亮 封面都很漂亮 其實都是有些藝術感在這裏 這間公司出品的畫面質素是絕對有保證 阿發本身也是 他的畫面是越來越精緻的 你看到這幾年 那就有保證 當然拍了《天下》就相得一張 更上一層樓 但是故事我就看得稍微有點辛苦 剛剛就說到這個 是不是楚依慈 那邊 大將軍 對 就需要拿回 即是透過沈虎蟬 就拿回那個高堂鏡 回去給他 就博取他的信任 對 然後就另外一百九十千 即是這五個人 五個高手來的 大高手來的 叫一百九十千 因為他們的名字分別有這幾個字 一桶雞腿 一桶炸雞 一桶炸雞 你雙一 八就忘記了 八是搖八分 九是不知道什麼狗狠 齊狗狠 齊狗狠 粗口的說 黑衣本 那條路 譚千蠢 譚千蠢 還有十文 十文劍 十文字D 隨便 總之就是這五個人 又要搶高堂鏡 然後順便要捉將軍的女兒 十文書生 捉了將軍的女兒 為威脅 另外那邊叫什麼 萬人敵 萬人敵的手下 即是兩大勢力 又為了大勢力 你罵我 不不不 我忘記了 因為他們的名字 溫瑞安是很古怪的 他做的名字 有時是很刻意去刁剌 是特色來的 真的刁剌到 冷古裝食字夾 刁 接著要聞咒咒 聽到你耳也瘋了 是 真的很辛苦寄他們的名字 結果就抓了 蔡依慈 即是將軍的女兒 蔡幸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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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了蔡幸兒 以及拿了一塊高堂鏡 沈苦澄就要拿回去 即是救回這兩件事 一人一物 博了蔡幸兒的信任 其實也不知道 博了蔡幸兒的信任 最後是為了什麼 呃 後面來的 應該是 應該是想殺他 即是很後的 是不是這輯能夠完得到呢 應該是下一輯 應該不會的 他只剩兩期 絕對不行 然後 結果就 開始了 沈苦澄你知道這本書 勁道哭 因為八九十千 八九十千都不夠他打 還有幾抽一都不夠他打 但是那個過程是 在不激烈之餘 亦都不緊湊 是很輕易 沈苦澄就順勢KO了 這四個人 一個打四個四大高手 竟然可以絲毫無損 那這個沈苦澄是不是 即是強到 屈肌 一句講完 是呀 強到屈肌 即是他把阿蘭都 是比聶豐更厲害 即是我自己不喜歡這個故事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沈苦澄這個人是沒有挫折的 即是不單止他秉承著 温上安那種小笑的風格 就是不停扭著 扭著扭著扭著 即是整條橋某掉下 不停地扭著 即是担的是這個 有計算到那個 有計算到那個 還有那些作法 其實也是 並非是主要 總計 那種周計 總計 你去到陳某那種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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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算大約說得通 但是沈福城裡面的面子幾乎都不是計算 但是是獨心神探 你是不用見到面也獨心 聽到你的名字才算出你的人 是什麼一回事 他算到你今天會有血缸之災 類似這些 所以其實看這本書真的很混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而角色的設定 我們有幾個星期沒有說 很早前他曾經替冬天青帝說 他曾經說過 我不是什麼人都要殺 我是一些我覺得值得殺 我不是錢就可以收買 該殺就殺 該死的人才要殺 但隔了冬天青帝之後 將軍跟他說 我給錢給你 你幫我殺誰 好 我就幫你去殺他 殺了淫什麼 冬天青帝的兒子 淫亮 不是淫亮 淫小時 淫亮 我沒有說過 幾個 但他們在後來又計算 這個未必一定是死的 可能那個又是假 總之發生了的事 你很辛苦追了幾期 最後可能全部都是詭計 全部都是笑話 然後故事發展到這裏 就是剛才八九十千全部都輸了 然後到金田一出場 之前還有蛇頭鼠眼那些東西 反而那些殺手 就給了壓迫感沈虎蟬 即是他一直都要逃避 即是逃避 就算他出了壓迫感沈虎蟬 都受創 雖然對方也損傷無數 但因為他們人數太多 即是不當是一回事 直至到他們現在走到這裏 沈虎蟬要面對一哥 無敵 其實他的樣子是無敵 似乎是高潮所在 到李商一出場 然後介紹一下他為何有痛苦的樣子 那就花了幾段 其實也是一個小故事 我覺得他是被頭髮刺到眼睛 插傷的 沒有錢剪頭髮刺到眼睛 刺到痛苦的樣子 慘情男 年初四的樣子 很痛苦 這段也算了 好了 接著我覺得 這一種真真正正是 沒有消化過原著小說 而堅持過子寫出來的最佳示範 今期叫做盜劍對余刀 余刀就是沈虎蟬 阿蘭刀 對 阿蘭應該是佛家 但又是余刀 很複雜 然後對李商一的那招 叫做盜劍 很複雜 那張軍用他的身份去說 究竟盜劍是甚麼 他大約是說一化道道化萬物 而李商一的這種盜劍 可以化肉不同的東西 究竟是甚麼劍呢 他又沒有解釋到 應該是一劍 刀過來就會有朵花 一劍插在你身上生芒果 玫瑰 那招叫黃金體驗 黃金體驗 黃金體驗 一刀下去就會生甚麼花 祖祖那個 祖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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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很多東西 你身上 知道甚麼叫做盜劍嗎 就是 按照將軍解釋 一化道道化萬物 那你化萬物的劍是甚麼劍呢 在今期最後這幾頁他開始打了 沈呼善 不知道是甚麼狗行 仇狗 齊狗 齊狗 就開始說 嘩 真的很刺激 這一場 又在說那些飛鎮走獸全都離開了 然後又說他其實放得了一把劍 他自己就是天劍 好像是無名的 自己標了一把劍 在背影上標了一把劍 人劍合一 然後又打了快萬八字訣 即是打了幾個字出來 那就是盜劍 那就是盜劍 除非當然將軍可以理解錯誤 但是以將軍的指措 理解錯誤的機會很少 那盜劍你說是肉快萬物 你做了甚麼呢 我刺下去看不到 有血飆出來 除了有血飆出來 我看不到沈呼善 除了他變了一棵樹 不是 這個還是一個 這個 生了一隻馬馬出來 即是 有沒有三個東西出來 即是如果我們講了科幻一些 那些作物 那隻馬英是 土黎 嘩 你不斷講 我的意思是 即是如果我們看其他日本 日本漫畫 如果你一講到 講話的招數 會肉化萬物 他騙出完招數 然後那些草 樹 就是高登 experience 就會不斷生東西出來 但他又沒有 那把劍應該變成蛇 諸如此類的表達 即是雙掌作樹 雙鋒作 屁股滑石 連他最宏偉那裏 都可以變成一隻鷹出來 如果是唐伯虎的這一幅 雙鋒展示圖 可以說是道畫 最少是肉化萬物出來 但這次的道劍 我看不到他有些什麼 即是好像畫面表達不到他文字 所說的 所以就是說 這一次是玩死那班編劇組 當然主編也有責任 按照萬有的說法就是 我覺得你不玩死那編劇 你就會玩死那些俗 你想想想 一個星期就要畫萬物 這樣就不可以這樣說 你以為耶穌就可以了 萬物可以是一個藥數 你想想他這裏畫那些 爆石頭爆炸 你以為爆石而畫嗎 我覺得畫面上 你不用說他這把劍怎麼肉化萬物 你起碼小極 都生花花草草 那些血花 變成了一個淒美的圖案畫面 就OK 以前有廣萬都做過 我忘記了是誰 張肥 是陳某不是人 對 或是蝦蝦的肥 什麼修羅道 變成樹 很噁心的 但起碼都被人感覺到 有些轉變的東西 畫面是完全表達不到的 有一種生肌的感覺 你才是一種 道那種肉化萬物 一圍道 然後就是透過陰陽 然後生生不息 去進步發展那種效果 但你這裏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有理由相信 這個劍客是保虐黨的首領 靠吹出來 然後你到阿蘭 阿蘭有餘刀 剛才說阿蘭是佛家 應該就是阿蘭 應該是阿蘭 然後 哈哈哈哈 這個意表達 又是另一回事 除了病毒 真的有阿蘭 又是哪個阿蘭 又是兩邊都交不足貨 是啊 你道和魚都交不足貨 難怪被佛教入侵 我記得 那時候看台灣的布袋戲 霹靂 或者斯文那些 他有很多不同派系 真的是阿蘭的斯文 他有什麼余道法 什麼古靈精怪教派都有 每個人出的招式 就是大癖 鄭文那時候的大癖 和林業慶都有畫到這些 是的 起碼真的表達得出 你就會感覺到那個人 過正或者那套武功 就只有一個名字 突然間 我忘了好像 奧少紅塵 砍砍砍砍砍砍砍了雪糕桶 不是真的 他那時候很有趣 鄭文是他喜歡玩這些畫面的東西 至少你看到 有些東西 現在看到的這本 沈虎城大傳 畫面漂亮 人物背景全部都足夠 但是仙衣似乎是銜接不到 我覺得不是仙衣 而是怎樣消化原著 我很有理由相信 其實我沒有看原著 但我猜施迪你可以指導一下 是不是很大機會 這些東西都是溫爽自己寫出來的 但是他在小說那裡有沒有寫 再仔細一點 讓大家感覺到怎樣盜劍法 其實是沒有的 即是他出了招 接著就說結果 結果是只是說受招者的結果 而不是說他側近有什麼發生 所以其實到你一沒有消化這件事 就發覺看下去就會出現了 即是他不會去無存清 他就覺得原著的文字寫得很漂亮 就扔下去 變成你又畫不到出來 即是當你畫到出來 都算 即是覺得可能有些 都畫 即是讀者看到的東西都會修復 但你現在什麼都沒有 即是回到整個 即是他今期決戰那裡 其實都是旁觀的那些人 自己在老內補完 因為講到怎樣勁 但我們畫哪裏是看不到的 即是你想想想 即是以招式為重點的廣漫 那些招式無論在形象或是意識上 都是沒有一個很明顯的表達的話 即是你想想想 即是我們罵到反艇的 即是拉律陀也好 羅旋丸是一顆旋轉的波 不過千鳥類似是電 最少都知道 你畫出來是知道是屬性 即是沙 即是沙 其實是有原因 而且為什麼要用沙 其實是有原因 即是他要封閉自己 即是以最強的規格去保護自己 即是你的意識上是有的 哪怕本書的故事寫得不好也好 但是 即是你現在的故事又沒有 你強行吃了他的字 然後又沒有消化過 出來後就糟糕了 我真的會玩死 他們看到草皮在那邊飛來飛去 這次鋪了很多草皮 所以剩下兩期 不知道之後有沒有更驚人的表現 我覺得本書的價錢應該 不 對不起 我覺得本書的銷量應該不會很差 但是我真的要他想想 如何去修正一些不好的東西 不過 就很難了 但也不會好 其實我看到他的畫面質素 雖然都對比 即是同行 叫做好 但對比第一期 都已經回落了 大部分需要去到第十期 跌窩都很合理 但你看看他今期的草泥馬 和 白色的 草泥馬不是白色嗎 草泥馬是白色的 一向都是白色的 同天子那一向 赤套比 你知道哪些功力是強的 其實他們的實力是清楚的 但問題是 編繪 主編過程做得不好 那就說到馬 那就說一下 吃著想 這隻是 草泥 劇馬 赤套馬 火泥馬 這隻 騎到火都漂亮 他一直以來 不論小說 或者其他人畫的赤套馬 只是一隻通曉人性 但是沒有說到 從來沒有人試過用一個 人性得來這麼凶殘的手法去表達 即是幾配 如果純粹說 這個三個嬌王裏面的鋁報 我覺得也不是太突趣 純粹是一個野蠻的鋁報 但是一配這隻赤套馬 很合格 對 馬上變得很合格 合格嗎 我簡直覺得 是一個原始人騎到機械馬上 會不會到最後一路發展下去的 所有意識都是赤套的意識來的 會不會扭成這樣 其實鋁報沒有思想 總之就是要 這條劇好像是三角神兵 對 我沒有印象 什麼 三角神兵都出不了鋁報 鋁報一出來就說完 第一部 他很隱悔地寫了 但可能 不是很清晰 會不會其實就是 最重點 因為赤套也有光霸 因為這樣 他應該是很重點的事情 他應該想著騎回呂布 對 到在戰場上 呂布跑完 赤套就拿著把劍 方天說不斷砍 會不會是這樣 不會這樣包 很難說 三角嬌黃什麼都發生 路非都出現 我看了之後 我反而想 之後怎樣收拾 之後應該被關於騎 你說阿呂布 這個是你去想的 很多女讀者可能都會這樣想 很快 但起碼這隻赤套能夠 現在拿到的氣氛 比阿呂布 他懂得跟現在認定的拍檔 互相交心之後 一起去殺人 你什麼時候見過這樣的赤套馬 可以接受 他穿了規格 呂布反而就赤套 大半身 你一看就知道誰是上誰是下 我覺得OK的 呂布可能之後 都會換回規格 他要求赤套馬 借一件甲來洗一下 令我想起 一件事 就是 飛仗戰器和武神戰器 都跟這隻馬是有關係的 但我不知道他會不會 銜接下去 不是很銜接到 因為飛仗戰器應該說過 方天華激 是啊 但現在他還未拿 可能遲些會有 不是 飛仗戰器是陳友良自己想出來的 不是 他要挖一把東西 方天華激 他那時候找三件事 要找女報 草泥土 籠子 類似的一些香 但他是召喚他的嬰靈 或者怨靈 回來再附下武器 那其實也是有關係的 但我想 似乎就銜接不到他 現在他沒有 他其實 呂布是否最後 都是沒有光霸 沒有 沒有 他還未死 你怎麼說他沒有 沒有也無所謂的 不是當是 赤套 他的武器就是赤套 說不定赤套化身 方天華激 也沒有問題 這麼帥 那本甲可以再新一些東西 我以為你說馬變了一枝方天華激 那隻馬就是 變了一枝方天華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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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馬就是 變了一枝方天華激 因為彼此都沾上了弱者的先血 就通過這個儀式 就確立了他們以後的伴侶 打血慰問 關什麼事 關個弱者什麼事 你不需要標榜 兩個打一個弱者 那就可以 那我們就去趴奈套 如果兩個夾頭打個勁 那我們就不是趴奈套 等於社團人士要斬一隻雞用那些血 你講不通 嘩很慘 丁元變了一隻雞 還有我看這段的感覺就是 呂布其實已經殺了丁元 赤套其實是撿死雞 架都強 是那一刻是碎屍 誰不說丁元也是一隻雞 不是 死了九成 所以什麼叫死了九成我不知道 身體上有90% 呂布和赤套馬真的說到氣勢這麼強 但最後的結論就是 因為他們兩個一起殺了弱者 所以就定立關係不 完全是推翻之前你鋪的所謂的氣勢和氣氛 或者是一個很弱的關係 至少也殺過強者 一起殺強者的時候 關係不就變得更加強 這是往後的故事發展 為何殺到弱者的關係 我覺得他用錯字 其實丁元也不弱 比起他們兩個來說算是弱吧 其實如果這裏寫 丁元與其用力量強弱 不如就寫 呂布可以這樣反面不認人 即是他斷絕和他異父的關係 三性加勞 反而可能因為這種絕情令 即是赤套馬欣賞他 又可以的 不用每次都要寫強弱的問題 因為三個很多時候 他都是不同的人和勢力的 牽涉到大家的感情和道義的交集 即是在利益面前怎樣面對 我覺得是偏面了一點 不過他似乎 如果從演義比較 他這一段開始有些改變了 因為有何俊 因為何俊是被十常事引誤了入宮 再殺他的頭 扔出來 然後袁紹才衝進去 殺了所有十常事 即是在演義上是這樣 即是早了死何俊 而且他現在的死法就好像 阿常威 即是從阿斥家走出來 然後被包龍星他們扯散了 所以死法有點不同 可能他想鋪另一些人物 所以覺得如果跟足的話 就沒有機會表現 改也好 我不是質疑什麼 只不過是改也好 因為之前的事情太熟悉了 大家都已經 而且何俊可以早 因為何俊這個人 這個人 真佳 何俊這個人 嘩 何俊這個人 何俊這個人 因為他 三個嬌王是把戲份放入十常事 即是十常事 原先在三個演義裡面出來 其實不久已經死了七七八八 但現在他死了其實是假死 而且他代表了一個閹黨的勢力 變成多了戲 其實是有一些 不是很重要的人物可以早點退場 都可以後面 小面上退場 其實背後是實行其他計劃 何俊躺在那裡 其實我還沒死 他又玩這一招 不是啊可能 我還要選擇局議員 可能被何俊 不是 何俊被十常事淹了 即是加入淹黨 何俊這個人 真是 下半身的骨都碎了 他淹了他 就是淹了三隻腳 就是淹了三隻腳 嘩 真的淹得很乾淨 是啊 可能變成太空坦克 可能 但我變成智慧了 哈哈 但我覺得應該再將其他計劃 推快一點點 因為始終十常事 在一般讀者心目中 不是說 擔憂能夠擔憂太多 嘩 還有四期的十常事 但是 除了十常事 還有他背後的大環 大環 他才是一切幕後的主宰 不過 見今期尾也開始由他主持的局面 不是啊 還有 韋氣專欄都說了兩三期 曹操擔正 但是 都 似乎 未真的擔正得到 那感覺是 即是 他今期好像沒有出過場 曹操沒有 曹操 你之前說十常事 主要敵人是曹操 現在來到 可能尾幾期才走出來 打十常事 又好像 變了突然間殺出 情人偶金的感覺 因為你說起曹操 我突然間感覺 我不知道是 可不可以 鄧阿慧很慘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今期專欄裡 還是上一期專欄裡 王先生說 應該要給曹操多些氣氛 收藏孫家那邊 其實我是有點失望 對於這個說法 或者對於這種想法 他的理由就是 因為孫家那邊沒有什麼人認識 孫家那邊沒有什麼人認識 所以就 不如做多些曹操那邊 那我覺得 你是不是想說 王先生此言差異 士多啤梨給你 蘋果橙 你為什麼選擇了個 就是選擇了孫的橙 我想說的就是 不用每個人都要熟 你可不可以想新的事 即是他沒有想過 孫家就是大家都不熟 就有個很好的空檔位 讓你去填補他的空白 即是等於一期當千的主角都是孫 孫柏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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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個人都是這麼老隆 永遠捨來捨去那幾個 那就不會有火鳳療元 誰想到司馬爾可以這麼小的時候 做主角 影響到這麼多戰役 這個就是你創意表達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聽到真的很僵化 聽到我就覺得很失望 當然阿偉就說 順著劇情的編排曹操也會越來越多 而孫家這麼巧也會退場 這是這麼巧的 不受行政指令影響 是不是就真是阿偉自己知道 但我作為讀者我看到這個專欄其實我是傷感的 我不知道阿偉這樣寫出來是不是令別有用心 但是 最少我看完之後我覺得這個老闆 至少是等他寫完了 檢討的時候才說 如果他嘗試但寫得不好看的可以拿出來說 我懷疑可能之前寫得不好所以就算了 我覺得是創作自由度的問題 其實這本書我賤格一點說 你已經放這麼少資源下去了 你又應該要讓他自由一點去發揮 因為市值也是這個數字 不是用奇招突出 資源不夠的 我又不是這樣想 如果他有 我當阿偉和阿寶就是漫畫家和編劇 我便當黃先生是總編集長 OK的 總編集長都可以有這樣的提案 但我覺得這個提案本身是有問題的 並不在於這個制度的問題 不是因為他干不干預 但我另一方面也覺得 這一刻是制度上的問題 你不理就不理了 但你不要失機無神使不幸 就插口過來 你創始終完 他們已經接近了 就不要連創作自由都再收藏了 我覺得是很慘的 你想想三國嬌黃 初初又說這個那樣 希望三主角 然後老闆說不要 重要的理由是不合理 最重要是理由不合理 我不介意老闆出聲 但老闆的句話 如果是 到項目有重點 我覺得OK 但問題是你這一種這樣很明顯是一種Bullshit 為何孫家因為很多人認識 你可以寫到人人都認識 哪有人知道 哪有人在看三國演義之前很熟吵流 沒有人的 誰熟呢 就是因為三國演義羅冠中寫完 所以人才熟吵流 阿偉不能寫到 孫家好 令人各個拍案叫住 一樣可以 為何不行 所以如果有肉記的座理在聽著 趁黃山經的時候就扭大聲一點 只是說黃山Bullshit 對 就等黃山 然後就炒了座理 你很危險啊 你叫他download我們之後 喔 等達希你說什麼 是啊 我就是想這樣說 每人都是我們做零星 零星再記著黃山打來就響這個 黃山Bullshit 用你這句就行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何故你說什麼 所以希望往後創作方向不要受這些影響 好 這樣吧 好 說話仔 補多一句就是我覺得這隊人的畫質素是好 上揚著 對 隊員的磨合是越來越好 還有擺脫了少少朝華版的頹勢 希望繼續 可以符合A4Size的畫質 希望努力一點 好 接著 盛讚我阿狼說這一輯 生枝說這一輯 哈哈哈哈 他想看什麼人家給什麼他 是啊 你想看什麼人家不給你 你又反過頭會讚的嗎 那我不一定要踩的嘛 我今期有些 你一直扭的 我要看這些 我要看這些 我今期有很多脫漏的位置 反而是 給你說先 最高的頭脫了 難得讚的 一次過 因為他三日刊始終的劇情 不是 其數很多 雖然劇情推進不夠快 起碼他這一輯開始 他講一些真是古惑的東西 例如酒水貨 社團和社團之間的合作 你才感覺到 一個新一代的江湖的世界觀是如何的 亦都跟我們現在 社會是有一個緊密性的嘛 譬如走IPhone 真的很多人在找飯吃的 加上人 也挺好賺的 但是過了那個高峰 所以其實就是更加要靠古惑仔 因為要走私走大梯才要分開 靠古惑仔幫我差一點錢 就不是我袋 不是 我們正在看的嘛 因為一般水客 被海關打擊的嘛 所以真的走私那幫人 才有那個存在的價值 其實有人懷疑 你說得好像合法一樣 在他們的世界 我不是說合法 為何會有這件事催生出來 為何會有這件事催生出來 阿狼是很擅長發覺剩餘價值的 你看看 無神知 繼續吧 因為現在 說多一點點外話 就是 水運懷疑為何大陸海關要封蓋 就是IPhone 即使用都說要打你 其實是水貨 走私那幫人背後給壓力 水貨? 是呀 走私呀 自己帶過關的水客 就是因為他們在背後給壓力海關 讓他們自己 怎麼搞錯呀 我帶這麼多IPhone過去 你都不罰我嗎 是不是這樣 那些是細藝的 即是他們覺得要封鎖這些 等他們這些 即是大鱷大鱷走的那些 或是你這樣說 即是觀客勾結 現在他真的說這個故事 那就是真正現實在發生的 我反而是很喜歡這個 我聽到是第二個版本 不過不關判書事 我只是聽到我 我私底下 我關了麥克風 告訴你 我關了麥克風 我關了麥克風 終於說 你讓他講話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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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 生...生死了 生死和子高 他們有... 我有沒有記錯 是嗎 即是大家不同社團 但有這些合作機會 但之餘 亦是互相不妥的 對 穩健不計牌頭 還有其實可能子高 也是在背後給那些兄弟還是大哥那些動 這個才是比較精彩的 不像之前那幾輯 是不是都不斷地打拳 那些財政收入那些怎麼來呢 又完全不說 打拳又獎金 沒有 他們是人駭鬥的 不是打比賽 在說都是收保護費 現在哪有那麼多保護費 收保護費那些找不到兩餐 不過起碼這一輯我覺得是精彩了 人物又多些 社團牽涉的範圍就大了 我覺得七叔那些 寫七叔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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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眉頭眼額 又要 不可以在世面前 那些 那些眉頭眼額 那些眉頭眼額是挺好看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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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豪南人根本就是應該要做這個角色 是啊 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還這麼神勇 是啊 一時都不像老一輩那些 沒有 因為他練了老窩拳 我們繼續 韋雄對七叔也有不同的看法 七叔?他做一些高難度的動作 怎樣?是不是很想學呢? 這個要倒吊 你先形容一下 我們現在講的是一三四八那期 其實大家揭開就會 因為廣州這個亞運 七叔就示範高難度的體操就不算 發不了力的 有名字你叫吧 為什麼叫七叔? 因為他的特別能力在於 很刺激的 在他那裡 所以令韋雄非常欣賞和敬佩 韋雄學東西 其實你是不滿的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 一不就用手去發力 你是不是上次試過 當時做不到這個 我發覺會碰到腰 但你沒試過又說人家做不到 好像不太合理 這個位置很不對 如果你本身這樣去看 雖然他已經扭盡腰 令到位置更好 七叔就坐在沙發上面 這個三陪女就坐在七叔前面 兩腿之間 他不是整個人都坐在那裡 他沒有坐在那裡 中間都是隔了一整呎 這樣都搞到的話 韋雄就大緊不劃 不是 隔了一整呎 可能是剛剛九支的時間 不止 八支的時候就不會隔那麼遠 不是由前門入 只能夠隔 他有告訴你前門入嗎 沒有了 所以就想到空白位置 其實 有沒有人告訴你 他們一定正在進 正在進 正在進行嗎 可以嗎 七叔 真是很難 沒有了 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算了 現在要小支撿 不要執掌這些問題 看位置的問題不是重點 重點是那些書術來往 什麼呢 等於說吧 我想說另一單 又說另一單 那些好笑的 那些廣告那些是我們不停的 之前不是說 志高和阿三 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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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三在房間裡聊天 然後在房間裡 阿文仔 阿三 不用數了 不用數了 他就在數錢 那就是其實是他不信 大哥叫你說不用數 你身為小的 你當大哥死的 我想這些是門面說話 出來走不會真的不數 你兩個大哥在面對面說 你身為小的 不用數 你會不會轉頭叫我小的 你小的不敢數 你給你 這些就是你說 正常古華仔不會做的事情 那志高又沒有那麼小氣勢 那他不會問 你剛才說不數 他正在數 你做小的 你是不會夠膽 在大陸年期中 那樣的事情 大哥 真是很威好笑 沒有太小 究竟誰真是大哥 這裏世通常都是這樣 其實大哥都是很多種 證明阿山之七 視這個兄弟如手足 我說不數 你去數 那我都不跟你計較 我都不跟你計較 另一單就是 雷文仔是開這個貿易公司 可能是 那些email是很正統的 人家現在是企業化的 真的企業化 這些商業化 這些就是有價值 你不是說火車嗎 我以為你不講座位 不講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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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火車的模型 紫皮革摺起來之後就是這樣 給你可以玩的 又是慢機 剪出來自己看 又是慢機 平時你經常說錯透視 那些東西 錯到下 下面沒有錯透視 都錯了 不過不說了 泰國那方面 真的很好 找個懂得繁體中文的 傳個email 要很荒蕭的 出風頓 勁啟者 泰國很多華人 有關早前的交易 我方將於後晚發貨 街時 請於協議的公海地點交收 如有變根請及早通知 泰國聯絡人 我相信很多小公司的秘書 都未必會寫得這麼漂亮 所以說 中學生 是應該看古惑仔的 一次過學到幾件事 看位 古惑仔 公文 酒支 大人置物 大佬教教 叫不要數你 這就是全能教育 我覺得是北條章的功勞 提升了他的質素 你古惑仔隨便跟我學一件事 你學英文你學文書 你學習促記 古惑仔 根本就是一本百科學書 這些交易 要不就 用他們的術語 不會寫得那麼白 那麼明明 方式也沒有人踩線 文仔 明天一件事 如沒有什麼變卦 就照樣在那裏打 要明白 他現在都只是說 是單交易 做什麼交易 因為任何這些 暗中交易 是預料會被人看到的 為什麼他們要用術語 就是讓你看到都不知道 想告訴你 搞社運那班 真的在香港搞社運那班 他們開會都要剝電 因為警察會用偷聽槍 偷聽你們 以及會截你的電話 何況這班真真正正正的黑蛇 網上的那些什麼email 遇到有多難 還有公海這個字眼是非常敏感的 你平常人不會 不能斬出公海 你以為杜倫 杜海榮 杜麥魚 去公海 從香港游去澳門 所以這下 我知道牛佬文彩好 但是不需要這些地方表現出來 是他忘記了那班古惑仔 他真的以為是 他們自己和另外一些公司 就是訂造浩南Figure 只不過是 剛巧撞成了一個文彩比較好的古惑仔 不如改名叫文彩一樣 最後又是很會交的 七叔只有波尼樽在文仔裡 第一格就是 第一格就是 第二格就是 文仔掩著他的頭 但博尼樽也是 他說也是 博尼樽剛好打下去 到底是 文仔掩著頭 然後博尼樽打來 還是 博尼樽打來之後 文仔掩著頭 博尼樽不跌在地面 博尼樽一坎坎落 當下文仔被中了 在未跌之前 文仔很快地跌倒 我身為高手 很快地跌倒 第三屆我看到 我覺得為何會受傷呢 其實不關玻璃章的事 在文章太快地走 所以才會流血 我來啊拍攝的頭 我反而關心的iPhone跌去哪裡 你還急嗎 玻璃章還停留在這裏 iPhone好像跌在這裏 iPhone應該是最多來到這裏 我相信 他拿著聽電話 我明白了 就是他用一個iPhone撞在自己的頭上 所以塞了爆光 塞了電話 iPhone本來是這樣做的 iPhone也有一個APP是膠布 iPhone是因為紙血的 紙血App封 你自己在大陸那些廣告 不過這裏我大概猜 接下來的計程是 次哥文仔他們是給七叔線的 起他們尾駐 如果因為這樣的發展 因為他們撲不到水嗎 然後呢 阿哲哥因為這件事 對三聯那邊死心 回到鴻兄 你覺得會不會實在太老強呢 第二代慢慢的 不是啊 如果這件事是七叔這樣做的話 他也要虧錢 他也沒有拿錢出來虧錢 那條數就可以了 批貨他折掉就可以了 他自己吃光了 現在就是 文仔和阿山芝 他們給了二十個鴻兄 那鴻兄沒有著數的 鴻兄收了二十個 如果他還沒住 七叔把這批貨 扔上去 他就撿三百個 我反而覺得是七叔 是面子問題 不能破水 即是沒有出聲 但是那批貨 為什麼會到不到呢 現在 因為你沒有水 他聯絡了泰國那邊 就不要拿過來嗎 可能是這樣 但是他怎麼知道呢 泰國聯絡人是沒有名字的 又不是說到名字 重點就是這裏 那泰國聯絡人 沒有名字的 那 是不是應該是 無認的 文仔也可能有份 因為一直是由他接頭 除非他跟他 你要聯絡那邊 賣個email是七叔聲的 但是那邊沒有人到 那邊沒有人到 是一條人跟泰國那邊說的 等不到船 我知道 原始門吃的鴿 你沒有看通天 封雲第一期 他下期就會寫 請看新鑽龍祖門 是多少期 勾化第一期 可以接到故事下去 袁國寶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班八大下一代 真的要回到鴻卿 才可以接到戲做的呢 我覺得他正在鋪著 至高慢慢再回到鴻卿 我就是覺得這樣 反而不反映一件事 可能會最後說回 因為最初是鴻卿不支持他們 連七叔 幫過他老爸 鴻卿都不支持他 所以他這麼討厭鴻 我覺得鴻卿那邊不是人 但最後事實件事是怎樣 可能最後一個故事 揭中就是 原來七叔做了些事 是對不起鴻卿 所以才被鴻卿去杯葛 然後把他的故事扭曲 說給至高 像是鴻卿那些壞人 他誤導他 如果那個故事 身上大白 他又回到鴻卿 然後那些鴻卿 那些鴻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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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 怎樣都會有一個契機 令到至高回鴻卿 但問題就是 回去 團結了 最後都是爭報仇 報完仇 就沒事做了 又完 又推下一個敵人出來 讓他們公共進去 因為現在 譬如這樣看 又不見其他地方 有什麼新人物走出來 其他幫派又沒有什麼新人物 到他們走在一起 當然可能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就是打 地中海 就是完了之後 就是打趙繼邦 對 和趙繼邦玩 現在大概是鋪定 未來兩百期左右的劇情 最後就不知道 到時候可能再想 看看怎樣爆炸新人出來 但我覺得 就算大家不和社團 也有機會合作 為何要這麼老肯 一定要整班 進入同一個集團 才可以做同一件事 會不會是過分地理想 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 如果像你這樣說 只要冰釋前嫌 就算他到最後 不進入鴻卿 都無所謂 這件事是沒有分別的 他們就是 你現在關心的 就是那八大猴人 團不團結 如果是這件事 就算牛腦最後決定 都是 智高留在東櫻 他們八個猴人 都是齊章 然後去對 地中開和俗寫 都可以的 我感覺到 現在要寫的是 智高 自己會返鴻卿 脫離東櫻 對 最初 通常都是這樣 原本不是鴻卿 又收回鴻卿 未回來 不過可能又在鋪 這是你的估計 如果當天 火石州那裡 大東 大東都是東櫻 都一樣可以幫陳奧南 因為大東從頭到尾都是東櫻 根性描紅 很重要 他從來跟鴻卿沒有任何關係 因為現在他們 老爸是鴻卿 我感覺到他們的伏線 老爸鴻卿 那些兒子就算出去 遲早都要回鴻卿 即是有一種圍村的做法 我感覺到 這是你的猜測 其實 也要往後才知道 說不定 小冬 是不是小冬 大東 小冬 小冬 反而是小冬入了鴻卿 很奇怪 是呀 過癮 時間不多 講多 是不是講多一本 《七黑的殺機》 整本書都是黑黑黑的 沒話可說 七叔 看他們的功夫也可以 其實整期根本就是 全部打黑了 照樣賣14元出來 一樣都可以 今期叫做 今期我覺得 有個地方我又覺得搞笑 怎樣搞笑 他們不是下去 然後 黃俊 黃俊 就說 這裡 什麼 毒氣 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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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不 我會覺得 你我們的小 Champ 就是劑 說不像火革傘爆炸召喚 另一段是由油坦芝 他有銅歸於盡 不是 鐵點那個是誰 這個 鐵點那個是 Labour 鐵點那個是尋寬 鐵點是黎桿 看消防 拆關切的火把 沒有嘛 片劇有看的嘛 不是 有沒有看的關係 這個是常識 就是他拿他那個金屬的類似血跡子那樣的暗氣 四圍戀狀是一定引發到火花的 你那一頭說不要開他 我反而想知道小雪有沒有這個 可能是教練來的 小雪也有落到去 但沒有說到 我印象不是很深的 因為我記得有一段他們落到這個地底裏 外面有一個很黑暗的環境 身手不見五指的環境 然後去互相揣摩對方在哪裏 但好像沒有那麼仔細說李岑寬拿個 拿個血跡子在那裏射忌廉 原本《九百刀》也有想過 但他們始終是漫畫 加上一點動作場面 就忘記了這個會引起點燃效果的問題 我對於今期就有少少在畫面上的失望 為什麼呢 就是不夠漆黑 不夠... 即是點完火之後 那種感覺不夠恐怖 即是印出來嚇 他仍然覺得好像你在戲院裡說 所謂要黑 但不停有些出口燈 這樣射住你 即是如果整個感覺可以再暗一點 哪怕... 即是譬如我不知道漫畫可以不可以 或者因為他這裏都... 其實都可以的 但要改畫風 因為以前 例如《Hellboy》的漫畫版 他們因為線條 即是黑和有色 是真的很分明的 他們真是黑的地方 就是一坨黑的打 其實《天子錄》的時候 有段時間都有這樣做 好像是阿虎那段 即是黃承血路 他用火光去講他們幾個物謀 然後有些在蠟燭 要這樣改變了畫法 我還有印象 都是關陽黑暗中 但我不記得是否舊主龍虎門 還是聚權那些 他也是在漆黑環境之中 主角看不到四周圍 但是他感應到好像附近有隻手 即是畫面只是畫一隻手 就暗暗的 但只是他的感應 而實際他揮剪的時候 是觸摸不到 反而這樣就令大家 好像真的能夠感受到漆黑環境 被人去針對的場面 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這裏設了一個比較麻煩的 他們可以透過氣流感應對方 所以只要走一步 都已經可以感應對方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可以做一些場面 他們拆肩而過 那種緊張感就會更加存在 現在就是 我好像看到整個畫面 他們原來距離是很遠的 那你的危機有多危機呢 令讀者很難投入這個所謂漆黑的場景 是的 其實我開始想到 去到漆黑的殺機的這一段 應該就像剛才阿偉雄說 是一種大達黑的 可能真的只是看到眼睛 或者是少許的劍光 然後幾個人會走到很近很近 背對背 或者是剛剛拆肩而過 但是好像感應到一些東西 又感應不到一些東西 那種這樣的氣氛 就是張力會拉得緊一些 如果是真的在這種漆黑的環境 他們一時間適應不到的話 就算他們三個一起下去 到那一刻他們的距離感會不同了 他們會分別 因為走出來的人 是敵人來的 但是就沒有了這個描寫 是的 因為你走歪了一米 一來一米 可能走多幾步 就已經差距了很遠 那你以為那個會是藍金 反而藍金是處於一個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身邊 你遇到任何人的人都是敵人 但是其他那三個 就是黃俊的一方 就是他可能懷疑隔壁的那個人 根本就是藍金 那這裏就好像 表現得不夠理想 我期望這裏會是一個很緊張很緊張 但是因為我全部都看完 原來這幾個人距離還有十八丈那麽遠 李尋寬就一直在那裏 那這樣就會 然後藍金又很安然地 每一下藍金都滴在他的腳邊 滴在他的肩膀邊 完全沒有他 那我就沒有了那種緊張 這段就算是交代他 黃俊和藍金最下一次交手 是的 沉睡幾百年了 然後就 那麼黑都要睡的了 又沒有燈 想看書都不行 之後就回到現代的歷史線 說他們繼續練功 現代有歷史線 開始 其實他講到在海裡找鐵罐 找鐵蛋 找圓球 鐵蛋是可以吃的 找圓球這一段 其實都幾乎練完了 還差一樣 就是練輕功 他們開始會做任務 那 藍金都在做任務 藍金都在做任務 對 藍金就在打龍 這個PSV玩OneHunt 我覺得有點太早出了 這個正確來說 就不應該叫藍金 是不是 他都說得明白 是的 其實司迪說過 原本應該是 再懸疑一點點 等大家去猜 但是他現在就差不多 講到白了 都不願意的 但是他最初已經出了 這個HIGHJOR 這個人可以介紹 對 第一期 那部劇透了 但是你商界了十幾期 你應該在 我覺得你就算要註讀者 註讀者不記得 都要玩一下 扭一扭他 作一些誤導的 萬一有些讀者 可能早幾期才開始入場 就會有懸疑效果 但我想說 撇除了第一期 就是要註讀大家不記得 而另外就是 沿著他之後再出來的那段 沒有給你一個明顯的感覺 你這個人就是那個人 沿著走出來的 其實他是一個平凡的補習老師 即是一個很帥的金毛補習老師 當然 你知道補習老師很喜歡懶型 其實這樣也很合理 尤其是如果故事發生在香港 他應該有一張Poster在巴士裏押走 所以 這裏反而是殺有介事地放了 這傢伙的眼睛有藍 又有個藍字 他是誰誰都知道 你做藍衣 K.O.Lam K.O.Lam 就會變成誰都知道 所以反而沒有了沿著他再出來 我想我也可以說他原著是怎樣出來 因為他現在都出來了 而且你直接去到最終大哥那裡 令到讀者覺得世界很小 因為原本他打算做了月經的補習老師 很普通的 但就是這樣接近這班人 他是有動機的 在這裡看他是沒有動機的 他剛好真的走過 他純粹是在海邊打機 他純粹是在海邊打機 有一個人在跳海 但這裏他好像也沒有特別在意 他們在海底找一盒連工那些事情 他不是在調查他們嗎 其實不是在他們附近 鏡頭一轉去10萬8千里 不是很近的很近的 但枉章沒理由可以看到 那也可以看不到 他功力高可能會隱藏得到 但問題是他為什麼要這樣 這個是上天注定 這些人不是癡漢 黃俊的癡漢 那他又很生死 他沒有做任何事就走了 那部機器輸了 但其實他最後的 他自己想像的對話 有些少許語帶相關 他並不一定在說 他在打那一步 他應該知道 他應該知道 但我不喜歡他最後的畫面 旁白就好像想營造到 他有氣勢地出場 但你的樣子 不過不是一個普通的外國人 他行為都很膠 他純粹在海邊打機 海邊打機 海邊打機又不是膠的 又沒有WiFi 反丁和少爺和足夜內風 都可以在海邊打機 但問題是 他之前幾頁的故事 是跟他沒有關係 他又不是刻意在這裏出現 那究竟為什麼要安排 這個出場的場景 他這裏出場的場景 我早幾期說 回憶跟故事沒有關係 又說有關係 他就是為了想盡 我不知道是甚麼理由 但這裏很明顯 他很明顯是故意改了原著 他這裏是有意識地要讓藍金早些出場的 還要故意讓所有人都 不用猜到知道 藍金是這樣的形式的存在 我有理由相信他就是意識到 前幾期的回憶是太脫離主線 所以他這裏要回覆 現在的現代 藍金就在你左近 好像7年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處理是OK的 但未夠理想 我反而想知道 為何黃俊老了這麼多 藍金沒有老公 功力的分別 這裏跟故事有關係 所以不劇頭都OK 嘩 超大事 我經常都做工具精神 這集就說到這裏 我再說一句 如果賓祥有打開MHUN 記得留意我們的競爭隊伍團 如果不夠腳的通知聲 我們可以輸出一些人手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 其實賓祥應該不太打開MHUN 因為我知道 打開MHUN應該是用獅子手 這樣應該控制少了 不是 他也算是對的 這個手法 好 今天節目時間到這裏 星期四繼續 除了隊伍團 還有補新翻 星期五 講動畫 科學超 電磁炮 電磁炮 大約在2011年的1月 我們就會回來 廣播劇 留意我們 當然是立正堂 我們做不起 留意我們之後的公佈 到下集 星期五再見 拜拜